在国内的电视剧领域 央视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对于剧目的选择和推广 对观众的观看体验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近 央视发布了一条博文 揭示了即将到来的几部电视剧 其中以《焦阳伴我》 《危暗之火》 《漫影寻踪》等 解敌恋题材新剧 备受瞩目 而其中 由肖战白白和领先主演的《焦阳伴我》 更是被央视特别看重 虽然一连说了好几部剧集 但是 暗戳戳的 还是《焦阳伴我》 肖战 这个年轻的面孔 在影视圈中展露头角 他的作品《如梦中的那片海》 在央视播出后 创造了收视率 口碑和热度三方面的佳绩 让央视甚为满意 他的演技实力和观众员 无以为他的作品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让央视对他寄予了厚望 也难怪广大粉丝说 这是要上星的节奏 《焦阳伴我》 作为肖战的又一部新剧 还为播出 就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该剧讲述了一对 年龄相差较大的男女 在事业与爱情中的相互扶持 剧情的冲突和角色的个性 让观众期待不已 而肖战在其中的表现 更是备受期待 从《斗楼大陆》 到《梦中的那片海》 再到《焦阳伴我》 肖战的作品 在央视舞台上的表现 可圈可点 这不仅体现了 肖战演技的稳定发挥 也显示了央视 对于肖战的认可和期待 央视作为国家级的传媒平台 其对于影视作品和演员的选择 速来严谨 能够得到央视的看众 可见肖战在影视界的影响力和实力 在电视剧市场饱和的当下 一部好的电视剧 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带动整个电视台的收视率 这其中 演员的影响力是不可或缺的 肖战作为一个新生代的演员 他的演技 人气和影响力 无意为央视的推广工作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焦阳伴我》 作为一部姐弟恋题材剧 其独特的故事设定和角色性格 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关剧体验 而肖战在其中饰演的角色 无论是形象还是性格 都与他在梦中的那片海中的角色 有着鲜明的差异 这无疑展示了 他的多面性和演技的深度 在央视发布的新剧推荐中 《焦阳伴我》 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 可见央视对其寄予了厚望 而肖战作为主演 他的表现和人气 无一是新剧的一大看点 相信随着新剧的播出 肖战的影响力和演技 将再次得到观众的认可